由心生故种种法生 由法生故种种心生 又是你 把人交出来 放你那条生路 我来帮你 这是金刚扶魔神通 我上去帮忙 他还发现的武功已经入了逍遥天宴 少废话 魔教之人进入北梨 便是破坏了当年的约定 我就当是带你们的师尊 凭你一配 用这个呀 这种形状的火器 只有传说中的大杀器 麒麟火牙吧 来 这种架能够地迷你 这种架能够地迷你 就像不晕着火 这种架能够地迷你 这种架能够地迷你 这种架能够地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长剑纱布 雷虹的弟子 很好 真以为我不敢杀你了吗 小剑纱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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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叶红 没想到你受了那么重伤 还能有这样的手法 唐门的这一代中 你能排进前三把 看来我还是小看你了唐恋 还有谁想来 还我 如果你不想以后成为废人 就不要成能 喂 你还能不能站起来 别看了 只有你能听到 如果你还有一点力气的话 那就站到我的面前来 还看什么 再看这个白头发的家伙 就要把我带走了 赶紧地站到我的面前来 莲 唐莲 我本不想杀你 你又何必逼我 还有多少暗器 透骨钉 铁吉利 龙须针 你只有一击的机会 全部放出去 万数飞花的手法 不是每个唐门人都能掌握 但你是唐莲 一定没问题 罢了罢了 你执意如此 那就再接我一箭吧 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 慢慢的 孩子 应该就给你 就没问题 是 你 多元 你 说 有 有 有 你 有 有 没 你没有让我失望 不过这种程度 还是挡不住他多久 灵 见过了这一场万树飞花 也不枉费我假睡了这一场 师弟 师兄好啊 小僧想去一个地方 不知施主可愿陪小僧一同前往啊 不想 口是心非 你 你想干什么 你 你做什么 看来这位小施主 也愿与小僧同行 真是善哉 善哉 网游啊 你终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 十二年前我就说 你迟早会因那小子糟结 可你告诉我 天地万物 各有溯源 如今 你客死一乡 心中可曾后悔当年的决定 你一定是不会后悔的了 你曾说过 希望死之前 能回到这里看一看 我今天在这里祭奠你 愿你能够魂归故里吧 想不到 你居然是雷轰的弟子 您是我师父 雷轰 当年的雷门四劫之一 年纪轻轻就凭借残本 还原出本已失传的火灼之术 鼎盛之时 其在雷门中的威望 犹在如今的雷门门主 雷千虎之上 后来不知为何 他突然违背祖训 改练剑术 据说他自己寻得奇特的材料 融合雷门火药术 打造了一柄长剑 换作杀布剑 剑出之时 雷声乍响 火光滔天 他凭借此剑闯荡江湖 几乎夺得了一个剑仙之位 最后败在了雪月剑仙李寒一的手上 从此之后 便销声匿迹了 有人说他回了雷家堡闭关 号称不入剑仙 永不出关 还有一种说法流传得更广 据说他因为违背祖训 被雷千虎逐出了雷家 都是谣传罢了 师父才没有被逐出雷家呢 他 他只是 不方便说就不用说了 我对你们雷家的隐秘 不感兴趣 只要不曾被逐出雷家便好 听你的语气 难道认识我师父 不认识 那你听说我师父的事 怎么像是松了一口气的样子 若雷轰真的被逐出雷家的话 雪月城凭什么帮他的弟子还钱呢 说来说去 你就是担心你那一百两银子 是五百两 你 你的伤没事吧 没什么大事 就是一运功就痛得不行 那白发仙的武功深不可测 咱们能逃归一劫 这叶也是运气了 是啊 说起来还多亏了那个和尚了 去想 Obrig了 是答案 我找你 我找你 说过去 你先去吧 你能担心去吧 我aw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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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远相报何时了 况且她还只是个孩子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他们杀了我阿爹 我以为要把他们都杀了 三遮得了天上的雨 却遮不住心里的雨 我们索性把心灵洗一洗 总会雨过天晶 云淡风轻 我看过一本书 上面说世上有神人 脚踏云雾 身着白衣 引路西风 能御风而行千里 与日月同牢 说的大概就是这样了吧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轻功 仿佛真的能御风而行 而且跑了那么久 都不见他有半分疲态 真是不可思议 我们身为人质 你却在这里夸他 要是被他听到了 不知要作何感想了 二位施主可不是我的人质 小僧刚才说了 是想请二位 与小僧去一个地方 马车上那么多人 你为何专挑我们二人 无非我二人一个不会武功 一个身负重伤 身负重伤 小僧不才愿为施主效劳 你 你要替我疗伤 这一路还要二位多多协助 疗伤这种小事 何足挂齿 我 我还是 施主被白发仙的真气所伤 若不运功倒好 若是一运功 两道真气在此相冲 势必伤上加伤 小僧这就用流转之术 将那道真气逼重 你 我不会水啊 我不会水啊 你那个小徒弟的消息传来 居然逃跑了 临行前还带走了两个人质 真是个有趣的小子 师尊这次托我运送的独家福利 已经送达 还不速来扫码关注官方微信 领取幕后爆料 神秘设计 高清壁纸等独家福利 这是什么攻防 你到底为什么一定要带着我们与你同行 问好 你想抢不成 不想没合适 你别说 但是渔华 产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